长行珠宝 百达斐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华语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邱平 谢谢大家收听每周五晚七点 由我为您制作和主持的中美连线节目 在上周五的节目里呢 我们对中国的光伏老大无息上德的破产 以及中国光伏企业由新到衰的过程 做了一个分析 总的来说呢 中国的光伏企业呢 目前呢还是面临着原料设备和销售市场三头在外的一个菌状 这种情况呢 受外来控制非常的严重 中国企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这里我大概总结一下哈 在2008之前呢 国外呢是在原料设备上以添加的利润卖给中国 像双金归成本呢 只有25美金左右每公斤 但是售价呢 一度高达500美金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时咱们中国建了几百家的光伏生产厂 在上德百公里之内呢 就有好几家的大厂 大家都得买原料哈 这时候人家就赚翻了 不过呢 当时因为市场好 所以上下游企业都能挣到钱 施政荣呢 就是在2006年成为了中国年度的首富 其实呢 中国的企业也没有做事 一直让国外的企业赚这个多金归的钱哈 后来呢 中国企业也开始生产多金归 和大规模的上太阳板生产线 可是不幸的是呢 当我们的大规模生产出炉的时候呢 欧美呢 又开始中国的双反调查 在销售环节上征收更多的关税 自从美国实行双反之后呢 中国的光伏企业可以说举步维艰 很多呢 企业是陪着卖的 就是说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售价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2012年上半年 仅上德呢 平均每天亏损是1000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怕的哈 施政荣呢 你想想在那时候怎么睡得着呢 一睁眼 一闭眼 一千万枚了 据统计呢 截止到目前 全中国光伏行业的总亏损 已经超过了2000亿人民币 上德的破产呢 也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泡沫终于破灭 现在呢 中国的各家银行已经对光伏企业关上了借贷的大门 融资的渠道也基本关闭了 整个光伏产业现在就像一个得了瘟疫的病人内外交困 在这种时候就要看他们自身的存活能力了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中国光伏产业的未来出路 凤凰涅槃是否可以重生呢 我们刚刚提及过 中国的光伏产业实际上是三头在外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要解决这种困境 就必须呢 从成本和市场入手 也就是说呢 要把来料加工变成自己生产 另外 把90%的外需市场转移一部分到中国国内 自行消费 只有降低成本和不受外来控制的市场消费 才能够使企业得到存活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看被控制的原料部分 即2011年的11月份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 然后征收了反请销税 反补贴税之后呢 中国今年也对国外的多金归请销进行了双反调查 我们先看一下多金归的销售状况 看看国外的厂商是否对中国构成了请销 截止到呢 2012年底 中国的多金归产能呢 已经突破了19万吨 2012年的多金归产量呢 实际才为6.3万吨 也就是说可以生产到19万吨 但是呢 我们实际生产才是6.3万吨 很多企业呢 停产关门哈 而2013年的一季度呢 中国多金归的产量 还不足1万吨 大部分呢 是停空停产的状况 目前呢 在中国也仅仅有4家企业为之生产 国内多金贵的实际开工率不足25% 为什么企业会停工呢 实际上的问题是价格 那么在2012年1到11月份统计下来呢 我们进口多金归的平均价格是25.7美元每公斤 可是现在国内开工生产出来的多金归呢 要远远高于这个价格 所以你一开工就赔 不得不关闭 不得不停工 那很多企业呢 就是厂房就空置在那里 从事实来看呢 美国 德国和韩国对中国大规模的多金归销售 已经构成了低价倾销 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多金归的生产企业的生存 目前呢 多金归双反已经获得了中国商业部 海关总署 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等多部委的支持 下面请听一段录音 中国表示 将对从美国和韩国进口的制造太阳能产品的材料展开调查 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 将调查美国和韩国是否以非正常的低价格 在中国市场销售太阳能级的多金归 商务部的声明说 调查内容包括美国政府是否对有关产品提供补税 包括免税 免费使用土地以及用政府资金支付培训费 今年五月 美国向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设备增收关税 理由是中国有倾销行为 北京认为美国的做法属于保护主义 我们总说世界是平道全球一体化 之前的光伏产业链在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个光伏产业链其实让全世界就像一家工厂 有的国家做上游产品 有的国家做下游产品 目前欧美对中国的双反以及中国对欧美以及韩国的双反调查 这种形式逼迫各国为了本民族的利益 不得不斩断国外的手足 重新建立本国的生产和销售市场 这种彼此双反对未来全球光伏产业良性发展 一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呢 为什么国外能够向中国低价销售他们的产品呢 不是因为呢对方赔本自杀 是因为呢国外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合理的产业链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目前国际上多金龟的生产来看 国际一线企业的生产成本呢 已经降到22美元每公斤了 刚才我们说过在2012年 中国的购买平均购买价是25.7美元 所以呢在每公斤他们大概还是有 还有三块钱左右的利润哈 而国内我们现在一二级规模的多金龟厂商呢 他们的成本大概在30块钱以下 就是说接近30块钱 而三级多金龟厂商呢 他们的成本多在30到40美元之间 如果把全球多金龟厂商作为一个平级龟类的话 中国大部分多金龟制造厂商呢 则处于三级 也就是说成本在30到40美元之间 所以呢当市场价格已经降到25美金的时候呢 他们呢只有停产 所以呢这造成了中国国内的就是产能和产量差距很大 中国国内呢多金龟停产呢在75% 这时候也许听众会问 为什么国外的成本可以做到那么低 为什么中国的成本会那么高呢 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哈 美国呢有一家多金龟的制造商 他叫Hamlock 这家制造商呢 在他的不远处有另一家公司叫做道康宁 道康宁呢是专门经营提供多金龟生产基础材料的一个世界顶级公司 而道康宁呢又是康宁公司跟陶氏公司联手组建的 而这个陶氏公司呢又叫陶氏化学 他拥有非常雄厚的研发实力 Hamlock 道康宁 以及陶氏呢 这些企业他们互相提供所需的最先进的材料和技术 使上下游哈 整个的配套非常的紧密 同时呢 国外这些晶体大厂呢 大多之前在半导体行业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眼下太阳能呢看来利润比较薄竞争比较激烈 营运比较吃紧哈 仍然有半导体的营运收入作为一个补充 另外呢 前几年的暴力时代哈 让这些大厂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可以抗衡今天的压力 那比起中国的多金企业来讲 他们的这个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产业哈 国内多金龟企业呢 目前延续了中国整个的基础化 工业产业的风格 整体来说呢 布局不够合理 上下游无法做到合理的配套 产业链呢 难以延续和规划 技术更新呢 也跟不上 这些呢 都会使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 当市场的价格层层向下走的时候呢 许多企业呢 不得不停产 甚至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所以呢 我们要想降低多金龟原料的成本 中国的光伏企业呢 不仅需要在技术上有更多的突破 在产业布局上下游衔接上 也需要有彻底的改进 否则呢 原料成本很难在国际上 和美国德国以及韩国的公司竞争 总结一下上述讲的 关于原料多金龟的价格控制 目前呢 中国对外可能采取的手段是进行双反调查 把进口的多金贵的价格提起来哈 以应对国内的高成本 另外呢 中国对内呢 更需要做的是弥补技术不足的缺陷 而且呢 要把布局做到合理 产业链合理 这样呢 才能根本解决成本的降低问题 在这里呢 关于双反 我想说两句 就是说 如果双反加税 可能呢 国外会采取更升级的贸易手段 来阻止中国光伏产品的外销 另外呢 因为成本的升级 我们的价格呢 也会在国际市场面临更多的挑战 所以双反是把双刃剑 不管是美国的双反 欧盟的双反 还是中国的双反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适时的运用 才能最少的伤及自己 刚才我们讲了原料多金龟的成本的控制和价格哈 接下去呢 我想谈谈市场 其实呢 说来说去为什么欧美能左右我们的光伏产品呢 根本原因呢 就是市场 因为我们中国的光伏产品90%是出口向欧美的 为什么中国的光伏市场进展如此之慢呢 目前应对中国光伏的低迷 中国有什么样的举措 未来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思 我曾经在3月9号 珍花兔苑蛇声锐的盛会中 将我自己的选股策略介绍给大家 这是一套必胜的选股策略 我不但对它有信心 而且我将我所管理的所有的交易账户 每一笔的进出买卖都清清楚楚的记录在我的操作日记上 每天我都把这个操作日记寄送给我的会员 我除了将我想要买的而还没有买的股票 在操作日记上推荐给会员朋友们之外 还提供在其他的网站上肯定找不到的珍贵的选股的资料 想要每天都收到我的操作日记吗 从现在到年底只收180块钱 这是提供给湾区的听众朋友们特别优惠的价格 有兴趣就请立即的跟周乐小姐联络 联络方式650-968-2000分级103 或电邮至svcmediausaatgmail.com 只用3到10万头款买到新房 包管理还有12%的回报 算不算是好投资 怎么样才可以找到高回报的投资房 提前实现您的退休计划呢 4月13号本周六上午 莫妮卡洋的房地产讲座 请来Gary Johnson讲解好投资的准则 及市场新方向 详情及订作 请致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3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迎春季老赵川菜馆推出地道四川小时系列 菜市有卤肉锅葵 酸辣肥肠粉 蛋烘糕 椰儿巴 小龙蒸牛肉 三大泡 赖汤圆 龙超手 中水饺 老麻蹄花 淡淡面 扎扎面等等 保证让您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老赵川菜馆位于山景城 Muffet Boulevard 400号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全民加税 美元贬值 市场波动 您害怕耗尽退休储蓄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威廉冯的定期免费投资奖座 拥有史丹佛大学硕士学位的威廉冯 也是前美林高盛等投资银行Vice President 有20年华尔街经验 华信投资顾问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为您量身定做401K IRA等退休投资策略 咨询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网址chineseabraham.com 颈椎病 腰椎病 或减肥 瘦腹 花粉过敏 如果您有颈腰椎病 头颈肩背 腰腿痛 手脚痛 久治不遇 学生运动受伤 花粉过敏 或您想减肥受负 请致电中医博士王毅医师 免费诊断 408-252-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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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ecca Lee为您提供专业房屋买卖服务 让您省时省钱省心 非常秤心哦 现在就打电话给Rebecca Lee 408-720-6800 408-720-6800 聚焦中国 专家做客 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 每周五晚七点 中美连线节目 cuonair.org 谈到中国光伏市场的困局 现在先让我们听一段 中国发改委能源局主任张国宝的 在2011年做的一段录音访谈 其实说到太阳能 具体到光伏这个行业 大家也在讨论说 这个行业这两年发生了很多变化 很多企业不像往日那么风光了 很多企业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 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 现在不足 那光伏行业怎么样能打开 国内的内需市场 这个瓶颈在哪里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光伏发展非常快 我们占了全世界光伏的大概百分之五十 我们自己生产的光伏产品 百分之九十都出口到国外去了 只有百分之十在国内 这个原因就是国际上一些国家 支持可财生的发展 对屋顶计划都有一些补贴 像德国的 他们有这个需求 所以也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那么相对来讲 中国虽然也有补贴 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还不够 这个也有不少人提出来 我们应该开拓自己国内的光伏市场 那么光伏跟风能来比 就是我在任的时候 拿这两个可财生的来比 确实风能发展的比太阳能要快一些 这个原因呢 一个是风能技术 当然太阳能技术也都是成熟 也慢慢都在成熟去 但是风能的那个能量力度大 比如说我做一个风力发电机 我可以做到三兆瓦了 但是太阳能要做三兆瓦 可能一大片 你的铺一大片 另外呢 这个价格还是不一样 刚才我讲的这个风能平均价格 已经做到五毛七分钱了 但是太阳能去年是一块一毛五 一度点 后来说进入今年以后 价格是给定的是一块钱 比去年又少了一点 但一块钱比起这个风能来讲 也贵了差不多要贵一倍出去 要五毛七分钱 所以在价格上 它比风能还没有竞争 这就是说技术还要进步的改进 规模也要进步做的 我们的屋顶计划也不像这个国外 国外的话 你这个屋顶计划 你自己家里头用 你用不完 你还可以上网 而我们一说上网 电网就恐怕就不愿意了 你风电这么大 他都说不行 太阳能一家一户 说我自己屋顶上装个太阳能 他可能更不愿意接受了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就比国外要有欠缺 因此如果要正要想启动国内市场 这几个环节都必须解决 我认为也仍然需要把蛋糕做大 要引入竞争机制 要大力推广国产化 改进技术 再一个电网 要积极地支持行动员的发展 电网的支持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很关键 用太阳能光辅发电 我们又叫它清洁能源 但是中国在成为光辅大国的时候 不仅自己的国家很少使用光辅发电 而且因为光辅产品是原料进口 最终的产品是出口 造成生产过程污染严重 也就是说太阳能光辅产业 是怕污染留给了自己 把清洁留给了外国 为什么今天中国光辅发电的市场 如此知晓 听了上述中国发改委 能源局局长的访谈 大家可能有所了解了 原因很多 但是价格高 国家缺乏相应的正确的渠道的补贴 以及不能并网 是主要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成本高的问题 现在光辅发电 应该能做到一块钱了 也就是说每度电一块钱 煤电呢现在每度电是四毛多 也就是说成本高出了一倍 也确实是高一些 其实呢这样的差距在欧美也是一样的 这就看你治理环境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了 欧盟呢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在2020年PM2.5实现呢 在20以下 所以呢在这种的目标下呢 他们必须使用各种手段 包括利用清洁能源来改变环境 所以呢也就有了政府的大额补贴 反观我们中国呢 国际上给中国定的标准是一个最低标准 是PM2.5达到75 但是呢大家从今年一月份在北京河北的雾霾 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离这个标准差距还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不再去全力的治理环境 改善这个污染的程度哈 后果呢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在光伏发电方面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哈 以2011年为例 2011年全球光伏发电增量为30G瓦 而中国呢仅仅增加了2.5G瓦 不足全球的8% 中国对新能源的使用之所以如此之低 跟中国电网的不配合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哈 其实呢中国早在2009年就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 其中呢第14条明确规定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证性收购 就是说可以直接并网 可这并没有得到中国电网的支持许可 无法通过 一直以来光伏并网难的官方解释呢 是由于电网安全问题实质上呢是一个 利益分配问题 并网呢侵犯了电网的垄断利益 新能源自发自用一度电 直接导致电网减少一度电的收入 所以呢电网对于光伏以及可再生能源并网的积极性并不高 甚至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并网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哈就是新能源的使用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而利益的问题根源呢又在于电力体制的问题 在目前中国的电力体制下哈 电网是电力市场唯一的买方和卖方 也就是说电网呢他从发电厂去买电 他又针对用户师卖电 都是他一家哈 垂直一体化的垄断了输电配电还有售电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2012年 破语呢欧美对光伏双反倒逼 必须打开国内市场压力哈 看来这个呃欧美的双反从某点来讲 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呃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呢 于10月26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电网服务工作的意见 允许分布式光伏发电分散接入低压电网 允许富裕的电力上网 电网企业按国家政策全额收购富裕的电力 同时呢 由分布式光伏接入引进的公共电网改造 以及接入公共电网接网工程 全部由电网企业投资 不过呢 我在网上看到 目前呢 在中国一个电站从申请立项到最后并网发电 中间要经过项目核准 路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 环境评价 规划 并网 土地许可 安全 验收等 关键环节 涉及到至少9个政府机关部门 含电网 并盖48个章或许可证 这就是现在国内光伏电站投资者所面临的环境 不过和建立发电站相比呢 个人使用光伏呢 发电上网呢 这个相对更容易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哈 中国已经有几十家个人用户呢 就是在自己的房顶装上太阳能光伏发电 然后呢 并网 现在并网的收购价大概是四毛钱 看到这个投资回报呢 呃 看网上的很多说呢 大概需要15年收回投资 但是呢 呃 个人上网的时候呢 审批的速度呢 就相应的快了很多 少了很多的程序 大概呢30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审批手续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我相信呢 通过今后国家对个人发电上网的补贴的力度加大呢 这样呢 会有更多的人使用光伏发电 呃 其实呢 关于光伏发电装机呢 呃 中国还是有很多好消息的 现在呢 1025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呢 定在21G瓦 其实呢 最初的目标呢 是5G瓦 后来调到15G瓦 现在呢 定格为21G瓦 在这个21G瓦中呢 有20G瓦是太阳能光伏发电 1G瓦呢 是太阳能热发电 这是125定的规划哈 呃 这个21G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现在呢 就是全世界呢 差不多总的这个装机量是30G瓦 呃 目前中国呢 光伏产业的产能呢 是50G瓦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中国在2011年的时候呢 光伏发电增量是2.5G瓦 实际上这个目标定的还是非常高的 可见呢 中国在改造环境上下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 好的 时间快要到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哈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呢 是中国光伏企业未来需要克服的问题和它的未来的前景 那么呢 我们在讲的时候主要是从原材料多金龟的生产 如何降低它的成本方面去谈了一下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 同时呢 我们也讲了一下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 中国市场呢 实际上光伏发电呢 才刚刚开始 那未来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希望呢 中国的光伏企业呢 能够再坚持一下 度过现在最寒冬的时刻 迎来呢 中国光伏市场的复苏 在这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问欧美一下 今天你们对中国的双反调查 会不会有一天会在你们的身上重现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见 再次感谢听众收听 由秋平为您主持的中美连线节目 如果您错过了节目时间 也可以上网收听 我们的网址是 cuonair.org 重复一遍 C是China U是USA 中美连线节目的网址就是 cuonair.org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五晚七点见 破浪理论 五浪法一代宗师 Benny Troy 蔡明芝 要开课啦 课程定于4月27号周六 详情请参阅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或致电6509682000 分级103 查询详情 在3月31号之前报名 享有15%折扣 如果您上网 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纪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纪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济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 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聚焦中国 专家做客 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 每周五晚七点 中美连线节目 cuonair.org 住房的安全是家庭至关重要的一环 最新消息披露 戏骨窃盗案多半发生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 您家里安装防盗系统来确保人身及财务的安全了吗 更可以将防盗系统设定在您的smartphone上 随时可用电话来控制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以上讯息由Frank Liu提供 Frank Liu 408-313-2688 emailfrank.lou1268 atgmail.com 美国经济已从衰退中走出 联储局已经开始布局 从量化宽松政策中退出 固定利率 特别是30年的固定利息 已经开始上涨 但是如果您现在的贷款额 在41万7以下 想要在退休前还清贷款 无债一身轻的话 那么请注意 由湾区的资深贷款经济Cassie Bain 代理的小额15年固定利息贷款 利息低至2.5%至2.625 审核快速成功率高 帮助您每月节省上百美元的利息支出 No point no fee 银行的资金有限 先到先得 请有需要的朋友尽快联系Cassie Bain 408-391-8636 408-391-8636 或email到kblownatgmail.com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一周股市分析 我是周乐 我们来介绍今天晚上的股评师出场 他是投资顾问严继琳博士 严布什你好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上一次在电台访谈的时候 您还在说华盛顿DC呢 是阴雨绵绵 樱花迟来 现在的气候如何 有看到樱花吗 这一个月华盛顿的气候是非常奇怪的 上一次我们说 我们这里还下了几寸的雪 然后昨天前天突然到九十几度 樱花这三天是盛开的 我有机会在两天前也去赏了樱花 这是我25年来第一次进城看樱花 这比我还糟糕耶 我都没有距离上一次看樱花 超过25年耶 那你还来得及 明天这里还盛开着 只剩下明天一天 对明天是这里 华虎的一个大活动 叫做Cherry Blossom Parade 所以明天是一个大日子 明天是Cherry Blossom Parade 我自从看了在湖南卫视的 我是歌手以后呢 我也承认 除了股票之外 另外唱歌感动人也是十分伟大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有机会 我甚至愿意飞到湖南去看一看 我是歌手的决赛 对对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是Amazing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行业 只要做都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我们目前的总统奥巴马 非常令我们平民老百姓失望 他把这个budget cut 并且把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福利 侃侃杀杀 简直是惨不忍睹 是这样子的 一般人可能还没有觉得 因为他这个budget proposal 他是在两天前吧 两天还是三天前 他提出来的 那看起来华尔街是喜欢 因为那一天他一路在讲市场 也就一直涨在一百多点 市场喜欢他是喜欢在哪里 我们一直担心联邦的债台高足 那他这个计划是这样子的 在十年之内他要cut budget 整个deficit可能可以cut掉 四个trillion 也就是说四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担心这个国债这个大问题 就有改善或者是解决一小部分 所以华尔街是喜欢的 但是周小姐提到老百姓 如果研究多了可能会 反正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budget proposal出来 共和党也骂他 民主党也骂他 李渭不是人 对他也不顾 当然他没有重新再选的这个压力 因为他四年做完他就走了 但是民主党员说 你没有顾到我们这个联邦 这个众议员我一年半以后 还要回选区去选 所以这个众议员共和民主党的众议员 有这个concern 他说可能伤害到很多民主党了 也就是说他在medicare medicare这方面也砍了一些 那共和党不喜欢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有对富人有征税的部分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 可能比如说讲一个最小的例子 也就是说飞机票的税还是fee又要增加 我不晓得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回台湾的机票 我看了economy class的话 从华盛顿DC回台湾来回 两个礼拜前我还看到有1700块的 今天我10分钟以前一查3300块 你确定你没有升等吗 没有没有我都查economy class的 所以我看这个number我就知道 飞机票价钱怎么样 因为我突然看到今天持有跌了2块多 我想说飞机票是不是会跌 结果没有 两个礼拜前台湾来回1700 现在3300 除非united.com搞错了 所以这方面老百姓当然吃不消 你飞机场飞机票这个fee 那个tax加上来这些东西 反正现在budget出来一定是大家都骂的啦 只要你要cut 除非你一直spend 不然的话你cut 总是有人会不舒服 anyway他这个budget就是说 共和党民主党都骂 然后可能老百姓研究到 这个伤害到我也会骂 所以budget是大家都骂 但是我们不说他对不对 对反正只是要影响到自己福利的 没有人愿意take这个cut就对了 好在今天礼拜五 今天是2013年的4月12号 今天的盘是开低走平 看到今天因为有几个经济数据出来 比如说是三月份的retail的出现了0.4%的下滑 4月份的消费者情绪指数也从78.6%降到72.3% 并且IMF将2013年全区的GDP成长 从3.4%提升了0.1%变成3.5% 但是IMF也将美国的GDP从2%下调到1.7% 但是今天有两个大的金融类股 JP Morgan还有Wells Fargo 他们并没有特别亮丽的业绩的报告 是一个不好不坏的结果 造成市场的刚开始是有获利回吐 可是阎博士 道琼斯在收盘的时候居然可以manage到 只有下跌0.08点 收于14865.06 NASDAQ综合指数下跌5.21 做收3294.95 标普500下跌4.52 做收是在1588 这样子造成本周的股市 普遍是上涨2%到2.3% 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股市 已经快要接近5月了 还如此强劲 什么力道在支撑 对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市场它就是跌不下来 我们一夜这么强的一夜 看2月3月4月 事实上市场就是不想跌 今天最高可能也跌到几十点 但是收盘差一点变positive 所以市场就是不想跌 尤其这一两天也不太会跌 下个礼拜一是text due day 这一两天 这个礼拜 事实上这个礼拜 甚至于到礼拜一以后几天 还有大批的retirement fund会进去 所以4月我们讲过 4月是道中时12月份里面最强的一个月份 那S&P也是排名第二 NASDAQ排名第三 所以4月本来就是强的月份 可能跟text day有关系 所以市场暂时我们认为说 它不想跌 它根本跌不下来的 这个是fundamental来讲 但是如果是从技术图表来讲 节节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超买是绝对有 但是超买也可以造成超超买 对不对 也不见得会有下跌 现在是超买的情况 因为我们从2013的第一天开始 就一路上 事实上这个50天平均线根本 我们在2月下旬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在那边stumble 差一点碰到50天 然后就一路上去了 现在离50天也还一个标准差的距离 所以现在如果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是属于overboard situation 那你如果从用50天平均线 上下一个标准差 这个range来看的话 它现在是在range的上面 但是它在上面可以停留很久 我们看到东西在上面 不一定它就是一定会下来 所以它可能就沿着上面的线 走蛮久的 但是蛮久的现在也不能太把握 因为我们渐渐接近5月了 这个是基于历史上的证明 都是5月的确是在股市上面 最糟糕的一个月 好我们这个earning的kickout 是从elcoa爆业绩就开始了 这个礼拜还并不算是第一季度的业绩 报告高峰期从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就会展开最多最多的企业爆业绩 直到sisco爆完以后 大概也就差不多 也就进入了5月半了 elcoa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是小跌了1.2% 目前的价格是8.22% 这一连串在这一个礼拜 爆业绩的公司 目前给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有定心丸 我想Aqua是这样子 Aqua它只是一个sector里面的一个公司 当然它是相当大的 是这个全世界里面最大的这个龙头 它好在哪里呢 它就是这一个第一个爆业绩的 这是习惯性 它总是第一个爆业绩的 那事实上根据研究的话 Aqua的earning对这整个earning season 它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 它的价值多少呢 事实上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价值 但是我们现在就这一季来说 我们看的地方看在两个地方 Aqua的earning当然是就是 它是beat这个earning 但是revenue是比较disappointment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的 也就是说它已经连续5G 如果从earning来看 连续5Gbeat estimate 所以这个trend 这个winning streak 是看起来是好的 然后第二个要看它的language 它讲一些什么话 事实上也就是说 还是一样 跟上一季一样 我觉得还是positive 所以这个economy 事实上维温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 讲维温维温 有的人已经觉得 就是说这种情况 觉得很不舒服 你维温要么就死掉 来一个bear market 或者是重新开始 要么就热起来 那我们已经讲了两三年 事实上这种情况 也让很多人久了就不安 然后麻痹也可以这样说 我是觉得不太舒服的 其实Alco自从在2011年的4月份 那个时候的高点是 几乎要到17块半 就是2011年是它下跌的一年 就跌到了8块半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像这种股票实在是 抱着也不值得 丢掉呢 也并不是太可惜了 对这种股票通常一般人 碰这种股票比较少 但是它的earning 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现在这个第10块的AQUA 这个股票 事实上还是值得观察的 值得看 因为这个经济如果好起来的话 你说这个股票要double 事实上也不是太难 也就是说 事实上它已经反这个大势而走 因为过去从11月中以来 这个股市已经涨了15个percent以上 结果它掉了差不多20个percent 过去三个月也跌了10个percent 所以这个股票 注意一下 因为它毕竟是最大的理业公司 全世界的经济 全世界的这个经济 它理业是一个很大的指标 但是黄金今天却是暴跌 在一天之内呢 它就已经下跌了60块钱 今天一天下跌了4.7% 到底是什么基本面的促使 造成它在技术方面已经破了线了呢 今天是非常奇怪的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半年或者是一年 房金疲软的原因 也就是说inflation经济 全世界欧洲已经进入衰退了 美国经济也是这个维温而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看不到 也不认为有inflation这个压力 另外一方面有关于利息的这个走向 我们先想美元好了 因为房金基本原则就是美元涨房金跌 房金涨美元跌 那最近美元指数曾经逼到83 所以在这个美元强劲的情况之下 房金也有压力 另外有第三个我们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利息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利息 已经到了最底 可能下面就上来了 如果利息往上走的话呢 对房金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房金最大的坏处就是 就是没利息 你房金藏在那里 100年也是那个样子 没利息 所以如果市面上的这个投资产品 有点利息的话 对房金也有压力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看 所以判断说过去一年房金受到压力 是这个原因 但是今天突然来一个崩盘 因为今天非常重要 我们用GLD来看 因为GLD事实上是房金现货的一种 先期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样看的话 它150块失手 今天掉7块一毛 掉到143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breakdown 那这样房金的这个GLD来看的话 房金从今天开始就变成falling knife falling knife就没有人敢去catch 所以房金暂时还是让那些speculator去玩 一般投资人 你在这里要捡便宜 可能也会受falling knife的伤 对 我们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掉下来的刀是不要去接的 因为它低可能会更低 今天如果大家关注CNBC的报道 在盘中有多位的分析师都说 Gold is over 这个是他们的论述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投资顾问严济林博士 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华夏家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只用三到十万头款 买到新房 包管里还有12%的回报 算不算是好投资 怎么样才可以找到 高回报的投资房 提前实现您的退休计划呢 4月13号 本周六上午 莫尼卡洋的房地产讲座 请来Gary Johnson 讲解好投资的准则 及市场新方向 详情及订作 请致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 3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快利息又降咯 Confuming Loan 3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75 7年ARM2.625 5年ARM2.5 Super Confumi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5年ARM2.625 Super Jumper Loan 30年固定3.75 5年ARM2.75 清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 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是小周末 2013年的4月12号 您也许这个礼拜 已经报完税的人 就可以轻松了 还没有报税的人 这个星期可真的是 挑灯夜战 不能休息 礼拜一 刚刚好是4月15号 也许您就报完了税 或者是您要 file extension 报完了这个以后 大家就可以轻松了 但是5月份的股市 通常不是一个好的月份 在高点的时候 不必这么焦虑的 悲观的说就要卖股票 但是今年是不是不能免俗 5月还是一个下跌的月份 要做这样的准备 应该要怎么办呢 对我们讲过4月份 是最好的月份 然后5月份不是最差 9月是最差 5月份也是算相当差的 我们先讲4月份 我们现在过到一半 4月15号就是Tax Day 通常4月份我们讲 是最强的月份 但是要注意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强强在哪里 强在前一半 也就是说通常 照历史来看Tax Day 就是说下礼拜 4月15以后 它会渐渐批软下去 但是也没有说 什么大跌之类的 所以4月份的测试 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碰到5月了 5月也就是说 我们过两个礼拜多一点 也就是说Sale in May Sale in May事实上是对的 过去几年都是相当准确的 尤其去年前年 很奇怪的 前年的最高峰 就是4月29号 30号 然后股市就开始跌 前面也是一路涨的 去年也是一样 整个到5月之前 都是一路到涨 一路涨的 涨到哪一天呢 5月1号 然后开始一个 比较深的大跌 今年呢 我们也是从年初一 从去年的最后一天 就开始一路涨 涨到事业 我想还是会继续继续涨 我认为今年还是 5月1号左右 会reach到高峰 来完成这个下面的一个 collection 虽然当然这种也是一种 属于这种实节性的迷信 但是我们这一次还是不能不信邪 我们到5月那时候还是要相当小心的 我认为还是在5月1号左右 如果大家这样认为的话 可能就会提起高位会提前到达 然后在5月开始开始掉 至少要掉个两个礼拜 可能这个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今年涨的也是涨的很多 OK好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日本 日本呢在我们的节目中谈论的比较少 可是日本却是全球在第一季度上涨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 那么安倍晋三上台以来 他把日本的这个经济体系完全是做 把美国几次实施的量化宽松 他在三四个月之内就如此大幅度的贬值日币 造成日本的任何的这个欧巴桑 欧姬桑通通是去来买股票 但是日本人呢是比较爱国的 他们的美国 日本的国债 很多都是握在自己日本人的手上 他们是没有抛掉自己的国债 讲一讲日本的情况 那么日本面临七月份的大选又要来临 那么他的这个经济奏效的确是有奏效 但是有很多钱 他们的企业在外国的公司 现在赚了的钱也不敢会回日本 因为怕立即贬值嘛 来跟我们谈论一下日本的情况 对日本我们如果要研究这个日本的话 我们最早绝对不能就是说不能忘记我们这个 日本人也没忘记 我想安倍晋三也没忘记 这个1985年9月9月份 这个在美国纽约 Plaza Hotel 这个所谓的Plaza Accord 也就是说广场协定 那时候全世界几个工业国 美国英国法国 逼德国跟日本 把他的货币 把他升值 因为那时候日本车子 卖一大堆到美国 还有他的电子产品这个贸易逆差差太大了 所以就逼他的货币升值 所以那时候差不多Plaza Accord的时候 差不多250块对日币对印美元 在三个月之内变成200块 所以他是一路升值 然后到现在我们知道前一两年最高还达到80比1 那现在这个教训中国也记起 所以中国不太愿意把人民币一路把它升值的原因在这里 像安倍知道了 你这样搞我 搞到我日本 那时候变成日本买了全世界 连Rocqueville Center他都买下来 结果造成泡沫 泡沫一破的话 日本这20年变成所谓的失落的20年 现在安倍就是下重要 我想纽约大学的Dr. Doom 他认为日本这样做是对的 现在没有什么inflation 不要去考虑inflation 我就是印日币 他现在就是印日币 所以最近也就是说等于日币崩盘 然后日本的股市这样抬头上来 好像飞机起飞一样 我想安倍会这样做 那这个重要下这么重的药是不是对 我认为在日本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对的 先把这个人进到急诊室 把日本过去躺在那边20年进到急诊室 然后用最强的抗生素一打 看他要时要火让他有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日本人现在就是这个心态 我们全世界也看着他这样做 inflation会来吗 你以为你日币这样硬的话 inflation会来吗 没有嘛 是不是真的是要用这个药把它给解救出来 也许日本会有一个新的气象 当然它结构上 日本结构上有很多很多问题 它必须要解决 也许已经在改变很多 那这个重要下去 也许可以起死回生 我们看着办吧 过去20年 我认为日本已经起来 讲了讲了四次都都失败 这第五次我又讲了 说不定会成了 大家看一下EWJ 2013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是成长了17% 那标普500 美国的标普500 从2013年year to date 是成长12%弱 所以其实日本的股市 涨得的确比美国还要好 但是日本这样子的夏蒙 要把它即将垂围的 股市和经济救回来 对于整个亚洲的币值 会不会有轮番贬值的 这种骨牌效应 那对于我们美国的投资人 影响大不大 如果有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着眼呢 对 这个问题是相当好的 事实上这个问题 事实上也是confusing 因为经济学或经济理论上的东西 没有说A等于A等于B 然后C等于D 不是这样子 A就变B C就变D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甚至圈在一起的 ABCD是绕一圈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亚洲各国不晓得怎么做 比如说香港 香港在亚洲也是相当重要 可是它就是必须要跟 美国7.8这个汇率 一定挂在一起 它这个几十年不变 它也不会去变它 那它对日币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人有答案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才对 像美国 现在我们一般讲美国对欧元对日币 大概都是情况都是一样的 现在很奇怪了 就是说日币对美元是等于collapse 那欧元呢 欧元对美国前期也是好像一路下来 那这一个礼拜日币collapse 然后欧元又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在做国际 像我们做国际currency的操作 事实上是非常头动的 那在经济方面的话 我想还是要花一番脑筋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对策 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变会怎么变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我想大家都还在table上讨论这个事情的 在作为美国的华人投资朋友 对于日本的情况 我们就closely monitor 而不必要做什么动作 除非说您手头已经有EWJ 现在还不急着卖出 那么也就恭喜你 现在的确是赚了一些钱 对你有EWJ 你就享受日本这个right 当然美国股票也不错 现在唯一的 如果刚刚周小姐提到那个问题 整个抓住的这个点 我们回到Vernicke的桌上 Vernicke如果开始动利息 把利息上来的话 那个carry trade可能又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世界金融这个市场 可能有一些大的变动 那就到今天 今年今天来讲 日币collapse 然后日金指数大涨 黄金跌下来 commodity也都在跌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 Starbucks coffee听说要跌价了 如果喜欢Starbucks的人 可能有好消息 OK好现在看到 道琼斯历史新高 14865 标普500是处于 也是历史新高 1588 NASDA也不低 3294 我们来讲一个 technical speaking 现在所在的点位 我们要注意到的阻力 或者是support 应该要怎么样一个拿捏 就是所谓的strategy talk OK现在是这样子 如果照这样子 我们forget about May 1st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三个指数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用S&P来看 S&P来看 现在我觉得它跌不太下来 那下面的话呢 现在我们如果看它的 下面的support的话 基本上是在1545点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1588 离那边还有一段距离 万一有collection下来的话 我们forget about May 1st这个因素 有下来的话 可能也就是说在 1500 将近1550点的地方 它会挡住 它会继续上去 我们技术分析 一个重大的原则 就是说没有变动之前 我们要假设它的trend 会继续往上走 如果照这样分析的话 也就是说1550 是一个很强的support 但是前面May 1st 我们要注意 May 1st这个collection 如果大一点的话 就会回到1500 那个地方 这个bore market还在的 因为bore market的特点 还在这里 我们bore market还早 OK 好 非常感谢严博士 祝你在华盛顿 继续enjoy你的 Cherry Blossom 你的樱花节 下面一个indicator 就是夏天来临的 mini skirt indicator了 对 我们祝你周末愉快 下次再谈 晚安 好 谢谢各位 大家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在svcmedia 或者是youtube上面 重复的收听 同时明天晚上9点钟 在comcast172 还有有线38.2 请收看津津乐道 在电台的节目 我们下礼拜一 晚七点 与您再度空中有约 晚安 拜拜 谢谢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细鼓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细鼓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